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我与母亲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直到中年时期,我开始做原生家庭方面的研究后 我们的关系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选择做这方面的工作,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和路易斯之间的婚姻关系 如上所述,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原生家庭中 我跟女性建立起来的唯一的长期亲密关系 因此,在经营我和路易斯的婚姻时 我曾经希望照搬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模式 很快,事实就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 路易斯也表示我对婚姻的这种期望是不正常的 但是,我没有其他模式可以参照 因为我出生在单亲家庭 年幼时从来没有目睹过正常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 我甚至都记不得外祖父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了 后来我得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有些相互敌视 所以他们在感情上常常保持着较大的距离 我早期从事心理治疗室 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婚姻 但是一无所获 直到我开始做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以后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我和母亲感情上的距离并不是一种敌对距离 我们只是表面上互不干涉对方的生活罢了 我一直都知道她是爱我的 不过既然她不喜欢过问我的事情 那么我就认为她对我的生活不感兴趣 而我对她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心 我是一个成年人 住在美国的东海岸 她则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 我会在她生日和圣诞节时继续贺卡 一年之间也给她打几次电话 但我有时会去洛杉矶参加会议 有几次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 工作的开始 进行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时 我遵循的是上一章列出的几个具体工作步骤 此外 读者还可以参照本书的副录A 在书后的副录A里 我列举了一些类似的策略 还给出了几个具体问题 也供读者向家庭成员进行提问 首先我要做的是给原生家庭的每个成员 邮寄一份家谱图 按照当时我所理解的家庭关系模式绘制 在寄给每位家庭成员的信中 我表示希望深入了解自己的家庭状况 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协助我开展这项工作 我向他们解释了家谱图中各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并向他们询问我绘制的图表是否有所遗漏 我请求他们把漏掉的家庭成员信息补充进来 包括其姓名 出生日期 婚姻或离婚的情况 以及适时的时间等 然后我请他们告诉我 家庭图中各为家庭成员的状况 诸如他们从事什么工作 如何度日 生活的怎样 生活的怎样的 接着 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整份信的口吻并没有流露出 我想探究家庭隐私的意思 我想表达的是自己对家庭感到自豪 并希望对自己人了解的更加深入 好 已经四分多钟了 今天就读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